秦的兵役制度是怎样的? 所谓兵役制,指的就是采取法律制度的手段,对国内达到一定年龄,并且身体条件符合要求的民众进行征召,使他们入伍,用来补充军队人员的制度。 战争是很残酷的,尤其是战国时候的兼并战争,动不动就是浮尸百万,流血飘露。 秦赵长平之战,一次就坑杀了赵国几十万人,所以一般情况下,肯定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去当兵上战场的。 但是,就算国家没有向外扩张的野心,抵抗外来进攻也是军队的刚需,所以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强制性手段,来确保军队的数量和规模。 我们知道,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,每个中国公民都有扶兵役的义务,事实上,在秦代也是这样的。 而且强制性极高,根据文献通考兵考一的记载,秦的男性年龄到达二十三岁后就需要去扶兵役了。 战国秦和统一秦都实行常备役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兵役制度。 常备役和预备役分别组成秦军的常备军和后备军。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介绍一下这两支队伍。 首先,常备军包括隶属于各个郡县的郡县兵,还有束手边境地区的边防兵。 而后备军,应召入伍后,接受一定的军事训练,平时在家从事生产活动。 一旦大规模的战争爆发,他们就要回到军营,作为野战部队去接受派遣。 秦汉时期常常遥述、连称,广义上还包括了一些官府征召的利益, 比如修长城、修秦始皇陵等等。 而侠义上就特持国家的兵役,平时的入役称为遥或树, 战时临时征召的称为兴、军兴。 这样的现役和预备役相结合的制度, 是不是和我们现在的兵役制度非常相像? 因为这种制度的科学性,在历史上是经过多次证明的。 行之有效,而且效率费用之比最高。 在平时维持一个相对较少的军队规模, 战争爆发的时候,又可以迅速征召大量的有经验的老兵入伍。 关于秦代的兵役类型, 汉书《识货志》中记载, 越为耕树, 以赴为正, 一岁屯树, 一岁利益, 三十倍余骨。 此汉书因秦法而行之也。 而文献《通考兵考一》中又有记载。 根据秦的制度, 男性在二十三岁的时候要登记入籍。 在以前的研究中, 我们根据这两条文献, 认为秦代的男子都是在二十三岁开始达到扶兵役的年龄, 一生中只需要当兵两次。 一次叫正祖, 也就是在首都首为一年, 一次叫庶祖, 也就是远赴边疆庶首一年。 另外, 还要在本郡县内复杂役一岳, 称为庚祖。 大家可能会想, 看上去, 好像秦的兵役还挺轻松的, 要是在这两年刚好没有碰上什么战争的话, 在部队里混一混也就算完了。 等福役七亿满回家继续种田去。 但是根据最新的材料以及一些新的研究, 很多学者认为秦的实际兵役情况并不是这样简单。 1975年, 在湖北云梦县的一座秦墓里发现的竹简记载道, 一名叫喜的人生于秦昭王45年, 也就是公元前262年, 等到秦始皇元年, 也就是公元前246年的时候, 喜的名字被登入册, 这时候喜才17岁。 自此之后, 喜参加了发生在秦始皇3年、4年、13年的三场战争。 从喜的生平中,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。 第一,喜17岁被登记, 20岁就参加战斗, 表明男子开始服役的年龄并不一定是在20岁以后。 第二, 喜参加了发生在不同年份的三场战争, 所以秦人一生也肯定不止服役两次, 每次一年的兵役。 另外, 关于秦的兵役类型, 也有学者做出了新的解释, 认为正族是指服役于所属郡县的地方兵, 主要任务是接受军事训练。 训练后, 留在所属的郡县已被随时调遣。 正族包括财官、 轻车、 骑士和楼船士等兵种。 其中, 财官指的是步兵, 轻车是车兵, 骑士为骑兵, 楼船士则是水兵。 这四种兵种里, 除了水军之外, 其他三种兵种在秦陵的兵马俑坑中都有体现。 比如我们所熟悉的步一俑、 铠甲俑, 它们都算是财官, 而站在车后的边呢, 双手握着缰绳的御守俑, 是负责驾车的, 因此是车兵。 二号坑内骑车的方阵, 显然就是骑士了。 卫士的主要任务是束手, 既要束手边疆, 又要屯卫京师。 这些卫士是从受过训练的地方兵中掉发而来的, 也就是来源于正族。 所以, 卫士的性质不同于属于各个郡国的地方兵, 而是属于服役于本郡县之外的屯树之兵。 秦二世就曾征调财士五万来屯卫咸养, 而正族兵种的服役期也有一定规定。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, 车兵的服役期限是四年, 财官、骑士、楼船式的服役期限已经无从考证, 边防军的总期限可能是五年。 除了完成常备役任务外, 秦的民众还需要服预备役, 预备役的蒸发没有时间限制, 完全根据国家对外战争的需求来决定。 秦统一后, 各种对外战争大大减少, 原先常备役的服役规定遭到破坏, 边防军的服役期限演变成长期的, 甚至终身的。 由于既要服常备役, 也要服预备役, 而预备役又没有一个确切的时间限制, 常备役的役期又呈现出种种复杂性, 所以在秦国, 绝对的兵役期限是不存在的。 服役时间的长短与服役次数的多少都取决于战事的需要, 从这个意义上说, 秦的兵役是不定期的, 长期的, 甚至终身的。 而且, 《史记陈舍世家》里也记载到, 陈胜吴广在《大则香气》时说, 数死者故十六七, 意思就是因为数边而死的人, 有十分之六七。 也可以体现出秦代服兵役期限是非常艰苦而漫长的, 但是并非是全部人都必须去服兵役, 决位较高的人可以免除兵役, 例如决至第四级不耕, 就可以不去服兵役了。 事实证明, 秦代的兵役制度, 男性的决位在不耕以下。 年龄达到副级规定的年龄, 不仅需要完成规定的基础性兵役, 还要被编入预备役, 随时等待争调。 等到五六十岁时, 才会因为年龄超过限定, 而被从军级中出面。 即便如此, 还要再继续服若干年的半议。 从这些我们可以看到的, 无论是统一战争时, 还是在统一战争后, 亲人的兵役负担都是非常沉重的, 但是也正因为有着这样一套严密的兵役制度和行之有效的行政体系, 再加上庞大的预备役动员能力, 秦才能在与各国的征战中不断有新的兵员补充, 为秦统一六国打下坚实的人员储备基础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